远看之下,好像一艘小船飘在海上捕鱼中 其实这是布什金正张开饕贴大口在干饭 旁边的同伴也在努力帮忙驱赶小鱼 还有一群不怕死的大胆海鸥 竟敢在布什金嘴边捡漏抢小鱼干吃 接着只见布什金大嘴巴一闭 吞下大量的海水 在水里过滤出食物,通进肚子里 抓鱼的时候 布什金会联合组队一起在海底捉泡泡 缩脚包围圈,把鱼虾聚拢在一起 张开大嘴追着鱼群 鱼群和海水全都含在嘴里 接下来布什金会脚跟舌头打水排出去 某位的鱼虾就留在了嘴巴里面 但是龙液和化工污染物 让海洋中的氧气含量降低 鱼虾只能在氧气较多的海面生活 食物变得稀少后 布什金效率低下的传统涅饰方法非常消耗体力 于是他们学会了新的手珠带透的布什方法 有些海域的布什金会飘在水面 张开大嘴巴坐井观天 用尾巴搅中海底的淤泥 鱼儿们就会惊欢失措 自己挑进大嘴里 鲸鱼饭来张口 给你吃饱饭 假如你被鲸鱼 比如蓝鲸吞下去了会怎么样呢 你不需要慌张 因为蓝鲸没有牙齿 你不会被咬死 更不可能被吞进肚子里 蓝鲸因为咽喉只有一个人类全球大小 而且食管很狭窄 才二十多厘米宽 人体根本不能通过 蓝鲸觉得被你磕得欢 它只会把你含在嘴巴里 用质地柔软的须给你搓个澡 然后把你吐出来 让你虚筋异常 但齿鲸嘴巴里 用圆锥形状的牙齿来捕猎食物 世界上最大的齿鲸 抹香筋不但有牙齿 食管也更粗 把人体吞进肚子里 绰绰有余 在你进入抹香筋口中后 你会看到五十多颗 犹如刀片一般锋利的尖牙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可能会被抹香筋吐出来 但抹香筋吃饭后 下潜的深度都是上千米 如果你被吐出来的时候 处在深海之中 结果依然是全村窒息 假如没有被吐出来 你将开启一探鲸鱼身体之旅 从窗过鲸鱼喉咙开始 这里不仅十分狭窄粘稠 再加上缺氧和大量甲王气体 你会逐渐满足到呼吸困难 然后沿着鲸鱼喉咙隧道 掉进鲸鱼第一个胃里面 到达这里头 你勉强有了一些活动空间 这里面看起来像花粉池 闻起来还有一股刺别的恶臭味道 如果你被鲸鱼吞下后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你的身体会在鲸鱼的四个胃中 辗转浮沉 在这里 你身体大部分组织都会融化掉 接着你将进入鲸鱼的肠道 在鲸鱼肠子剧烈的搅动下 身体剩余的部分会被彻底碾成碎片 不容易消化的硬骨头部分 抹香精肠道中会分泌一些物质 将其包裹起来 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名贵的浓咸香 当然大家也不需要过分担心 因为抹香精最爱吃的是乌贼 而乌贼的肉比较软 但它的鳄片和肋骨骼却难以消化 会刮伤鲸鱼的消化道 这时鲸鱼会分泌一种 牛糊糊的胆固醇物质 将这堆杂质包裹起来 最终变成一团肠道结石 排除起外后会呈现黑色恶臭的石头样子 这个东西的质量很轻 能够漂浮在海上 在常年累月的风吹日晒 和海水的浸泡冲刷下 最终它会变成灰白色 被人类发现后捡回来 就变成了香味四溢的龙咸香 是一种固态蜡状物质 具有独特的香味 人们主要用它来做香水的定香剂 价格比环金还要贵上很多 上等品质的龙咸香 最高可以卖到每颗1000块钱